捐款其实是看每个人的能力 以及个人的心意 但是呢 其中有一块的讨论 是民众党一直在质疑说 你们这些小气鬼 两千载 新北市议会的民进党议员 两千载捐那么少 然后所以 你怎么样看待这整件事情 花莲的善款的运用 还有到底捐款 要捐一个月 还是要捐两千 到底要捐怎样 民众党才不会骂 其实捐款四个字 量力而为嘛 你有多少的能力 然后你有多少的心意 你就捐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像以我自己来讲 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不是都有收政治现金吗 这个政治现金里面 其实每一份都是心意 有时候我刷布纸 发现说有人 会两百三百进来 我的心里其实反而觉得很感动 你可能觉得说 两百三百好像金额不大 可是我看到说 你是特别还跑到银行去汇去存 为了这一笔小小的 就会开始想说 是不是说你省吃钱用 要来支持我 所以看到这样的金额 其实我们心里面的这种感动 跟这种愿意要努力 来加油的心情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现在是在看不懂说 为什么政坛上有些人 会开始对别人支持 点点说你捐太少 你捐不够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说一个人捐两千 代表心意不够吗 那我就说 好啦那小草你捐两千以下的 不要捐给民众党 反正他们也会觉得你捐的不够 捐的太少 不是吗 你们小草的募款的价募表 不是说一人捐五百就很好了 就是代表一份心意 要来支持国昌老师 支持柯P 对 那为什么现在呢 说有人捐一千块两千块三千块 给花莲赠灾 就要被你嘲笑说捐太少 当然你会讲说 没有啊 因为他们不是普通人啊 因为他们是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啊 各位 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的那个新闻 你看清楚 那个是党团 大家说 那我们集资 以新北市议会党团的名义捐出去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办公室集资 以公司的名义去捐嘛 像今天啊 假设九四要克诉我们在场的人 我们集资之后说 以九四要克诉的名义捐出去 这样的意思 对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也没有禁止你个人再捐啊 你怎么知道 这些新北市议员 其他一个人捐多少 对啊 这些新北市议员 以他自己个人名义捐的搞不好 比你自己捐的多耶 那你又是什么立场站出来 说别人怎么样 所以讲白了啦 我实在是觉得 心里面有时候很压躁 就是说 我们每次都是要花时间来跟大家辨证 这些民众党里面 想要红的人 他刷存在感的发言 对不对 你说今天民众党跳出来 嘲笑新北市议员的这些人 是何许人业 我查一下 原来是一个立委的助理 对 想红的 立委的主任 然后在他的这个社群上面 可能乱讲了一些 我想说 哇 这个党真的是不简单的 每一个人都很积极的 在社群上面要刷这个存在感的时候 也不去检查一下 到底自己发言 到底有没有逻辑 平天社会的纷乱 对 花蓮强震 大家便手知足 每一个人有能力捐多少 就去捐 这是我们台湾最可爱的地方 不是吗 是 你说如果今天这个 在台湾还有人嫌别人捐款少 这样子的话语如果传到 现在在国外很积极 为我们花蓮强增募款的外国朋友 大家会怎么看待台湾 原来你们台湾还会嫌别人捐款少 那我要捐怎样才不算太少 对 还是我没什么钱 那我不要捐好了 那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差劲的 另外还有很差劲的态度是什么 另外一个很差劲的态度是 你拿到这些上款之后 不去想说要怎么好好运用 反而在那边乱花 刚才前面3Q都已经讲了 为什么现在傅昆琦 跟徐真卫 没有办法取得大多数国人的信任 为什么这一次捐款的踊跃程度 跟上一次比起来有落差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收了上一次的钱之后 没有让大家看到说你是妥善的运用 对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DVD的事情大家都讲过了 东华大学不是发生火灾吗 当时的月是发生在化学相关的场所 所以需要化学消防车 花莲县政府不是说 你看都没有化学消防车 还要从外线试掉 就开始有一些人在炒作说 是不是中央不买化学消防车给花莲县 这些等等意图变成一个政治事件 但我就问一件事情 上一次地震的善款 到2022年的时候还剩8亿 两年前还剩8亿 一台化学消防车多少钱 根据台北市买的价目标 一台大概1400万而已 我那可以买很多台 没错可以买很多台 为什么你花莲县政府没有买 为什么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你做DVD的钱 都可以买得起一台化学消防车 为什么你不去买 1300万做DVD 对啊 我们有没有捐给你 有耶 这个大家捐给你 你集资之后 不知道干嘛 要补助食材业者 又要做DVD 好像钱多了没处花 结果你真正该去买一台 基本的化学消防车 你没有去买 到时候你需要用的时候 你再说你看中央没有给我 这什么意思 你钱包打开 叫大家把钱灌进去之后 你这个钱没有拿去为 这个县民做服务嘛 那大家当然可以合理质疑说 我钱给你之后会 你会买什么 你会做什么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今天捐款 它是一个好心 好意 那我们也希望它可以做好事 今天 这个傅昆琦跟徐贞卫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把花莲的政治弄成 前现代政治 还是封建时代 花莲王 花莲后 在那边我说了算 对不对 你知道皇帝最爱做什么吗 皇帝最爱宣称 他都没有领薪水 对他都没领 你去看中国那些朝代封建皇帝 哪个领薪水啊 大家都没领薪水啊 对不对啊 我都做得很辛苦 废话 人家没给你包吃包住 你当然不用领薪水啊 对不对 花莲王花莲后也是一样啊 今天你跑出来说 我都没有领薪水 我告诉你 县民还宁可 你依法去领薪水 然后呢 该买的话 学校房车买一买 该做事情处理一下 花莲这次倒塌的 那个天王新大楼 过去是黄丹建筑 对 黄丹建筑有没有时间给你处理 有啊 你有没有处理 你没有处理 导致现在变成一个倒塌的大楼 会影响到旁边周遭的民宅 花莲县民还宁可 离有领薪水 去把黄丹大楼处理了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这种前现代的政治 会为花莲带来许多问题 如果傅昆琦跟徐真伟 是真心爱花莲 请放下那种过去什么 皇帝皇后在那边演老半天的封建戏 包括说我的房间有很多礼盒倒了 导致我没办法住在我的房间 要出去住民宿跟民宗是Long State 这些都是过去封建帝王的把戏啦 镇的皇宫 因为这个强镇 对不对 导致我没有办法在皇宫里居住 只能去京城外面的一家小旅店 这个我们看的时候心里觉得说 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救灾时间要紧 不要花时间在那边拍什么礼盒全导片 对不对 9.5楼的大楼 难道里面都是这些礼盒全导 没办法住 9楼的掉下来你可以住8楼 8楼的要讲你可以住几楼 就是因为很多楼可以选好不好 我们大家才在困惑 到底有多少礼盒在里面 对不对 你有这么多礼盒还不如上网去 拍卖所得全部捐赠给花莲 对 比起你拍这个片 跟大家炫耀说 你家里有很多礼盒还要更好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尊重民主的结果 这个傅昆奇跟许正伟都是民选 但是这些民选出来的皇帝皇后 造成了花莲的问题 我们全民要一起来关注 没错 就是说 我们讲到这些善款 其实每一个捐款人 不管是多或者是少 大家都希望说 我捐的钱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些 生活受到影响的人 到他们手上 才是我们捐款人的目的 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 对于善款的运用 可以更公开透明 然后真的让灾民们 手上真的拿到这些 来自全台 甚至于是国际上面的这些心意 麻烦了 花莲县政府好吗 广告 我们下来的 那是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